我們再來看一下 你如果程式執行完了 請按一下右上角這裡 有沒有一個停止 或者說你程式有修正的話 請來這邊按一下停止 這個是沒有互動的 就是執行的事就亮了 那我們來做一點互動的 互動的也是玩樂專長 這個時候你看一下上面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個燒杯 就是網頁互動區 你把它按一下之後呢 會多一個區塊跑出來 這個區塊你可以把它拖到旁邊 有沒有 當然模擬器也可以拖曳 你也可以拖到旁邊 裡面呢它預設的幾種 就是我們比較常用的這種 互動的方法 互動的方法 你比如說我們現在先玩點擊燈泡好了 你把這個地方互動的方式 把它換成點擊燈泡 把它換成點擊燈泡 這個時候呢 如果我希望怎麼樣 來這個我就先丟掉 我希望說按了這個按燈泡 我的燈才亮 對不對 好燈才亮 那您稍微注意一下左手邊 因為這時候有兩件事情要做 一個是什麼 網頁上的燈泡 突變之外換成會亮的 第二個 真的LE燈也要控制它嘛 所以兩個地方 那您看到左下角這邊 會多一個叫網頁互動的積目 這一塊的積目就是控制哪裡 就是網頁互動區的 就是網頁互動區的 硬體沒有關係 只要就是控制現在這個區塊的 好 控制這個區塊的 好 那麼我們來試看看喔 你看網頁互動區的 這裡有一個點擊燈泡 好 你按到之後 有沒有一個點擊燈泡 要執行什麼的 綠色 最上面那個綠色那一個 你把它拉出來 剛剛那個你 閃爍的 我們就把它丟掉囉 但是腳位基本上硬體是一樣的嘛 對不對 硬體是一樣的 所以我拉出來 好 那我們來告訴他 當我按下這個燈泡之後 我希望做一個所謂的狀態切換 狀態切換就像我們家裡面有那種 開關就按一下打開 按一下再關掉 跟它一樣 那這個呢是只有切換哪裡 只有切換這裡喔 所以我現在是還要 燈也要跟著切換 所以這個時候 因為是真正的燈 我就要找左手邊 上面這裡的LED燈了 欸 LED燈的下面 您看一下 有沒有一個 也是叫狀態切換 就是在這邊 你就把它丟進來 至於丟在上面或下面 就沒有什麼關係 因為都是按下去之後才執行嘛 也就是說我按下這個 按燈泡之後 我會執行這兩個動作 那您真的就可以來試看看喔 合類一下 按一下 有沒有拍 有沒有 按一下 這就關起來了 那可不可以跟實體的燈連在一起 當然可以囉 馬上換一下 馬上換一下 來 這樣子 您看一下 記得 城市有改 要停止再執行一次喔 如果你有修正的話 來 您看一下吧 燈亮啊 燈亮啊 對不對 然後呢 再按一下 燈有沒有關掉 不同裝置嘛 所以模擬器可以玩到外面嗎 那我可以去控制他的嗎 可以啊 可以啊 所以我現在 你只要知道我們家的寵物名稱 你就可以叫他過來 那 但是呢 這邊你會遇到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欸 城市執行到底要聽誰的 到底聽你的還是聽我的 對不對 那麼一般來講 我們WebDuno這一塊就是 誰 是最後執行的那個人 取得控制權 比如說我先執行了 結果老師後來又執行 那就是老師那邊取得控制權 因為他是最後一個用的 可是如果我希望 我可以操作 欸 別人也可以操作 我們剛剛講的WebDuno 他可以怎麼樣 多人操作 單一個裝置嘛 或多個裝置都可以 那這個時候 您在開發版上面這個積目 你看一下 有沒有一個叫協同控制 我只要勾起來 這個時候 就可以一起控制 你可以控制 我也可以控制 嘿 你看 這邊 我按下去 有沒有這樣 那您也可以打看看 我的名字叫LGOA 我的比較短 但是記得喔 我現在有用真的 所以我這邊 你有沒有發現 我現在不是用模擬器 我現在是透過Wi-Fi 如果你有模擬器 當然就只能模擬你自己 來 嘿 喔 有的你看 現在不是我 我手 拿起來喔 哈哈 有人在玩嘛 我跟你說 大部分大家都覺得 別人家的電燈比較好 哈哈 哈哈 自己家電燈都不好玩 別人家的比較好玩 小朋友不會像各位這種客氣 你知道嗎 他們會這樣啊 哈哈哈哈 是很了解的齁 欸 所以這個是Web電腦的優點 所以他做這一塊相對容易 那 明明可以把手機拿出來 你知道嗎 看一下右上角 有沒有QR Code 有沒有QR Code 不要客氣 你都會少QR Code嘛 你掃描一下我的 我知道各位這樣比較小 我放大一點 手機比較掃描得到 你掃描之後你會看到什麼 看到跟我剛剛那個網頁互動的那個區塊一樣 有沒有已經有人在玩了 所以要不要安裝APP 可以不用 當然你要把它變成APP 也可以嘛 可是至少就是說 你在沒有APP 安裝的狀態下 你QR Code掃完了 是不是就可以用了 而且我剛剛是不是有勾斜 控制 所以誰開都可以啊 你看 有人開始玩了 哈哈哈哈 我就跟你講 把人家的電燈比較好玩 自己的都比較不好玩 這樣有沒有感覺了 有齁 所以 在我的部落裡面 其實我寫了很多 很多篇 這叫做封神版 在這裡 這種 有沒有 剛剛的模擬器 然後呢下面 我就用模擬器 其實可以玩很多 包括像 包括這什麼 超音波 所以 那時候 就是 暑假的時候 就寫了 大概八九篇啊 以路上還有兩篇 還要寫 還沒空寫 但是 可以用模擬器 就可以玩到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 因為其實 城市設計就是一樣概念嘛 一樣概念 只要工具 你可以做到的 其實就可以做很多啊 當然如果你要網頁要有自己的行不行 當然也可以啊 也可以 所以這個是我們利用這個方式 先讓大家體驗一下說 其實模擬器也可以玩很多 也可以玩很多